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呢我们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知道能够参加这一次大学生电影节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 谢谢电影学院培养了我们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我非常的荣幸呢在这里 因为好像上一次我们两年以前在这里也领过奖是吧 对我们好像拿过大学生电影节 你拿了什么奖 我几年前因为情人节还是余观音好像拿过最受欢迎女演员这样的 太好了 谢谢 那么在这里呢我非常的高兴因为之前我也领过一个最受欢迎的男演员奖 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 最应该感谢的是所有给过我们机会的导演 包括我自己非常尊重的 今天我们有两部戏参与的导演影丽导演和李绍红导演我也非常的感谢 包括未来的导演赵薇我先提前感谢了说不定 说不定你一天你应该相遇 我们扯题太远了 别别别别别我要拉着你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 留点悬念让大家想这个最佳导演到底谁呀完全跑题了我们 不行不行我现在应该在舞台上先要一下我同学给我一个好的机会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看大荧幕了 好请看大屏幕 获得最佳导演奖提名的是 虚高领霞 仅在 Basically 民号 瘟狂的石头 图发 theat'什么呀 这是我们家的事 王全安 涂雅的婚事 刘北强 麦兆辉 商城 美食 美人 美景 不免的东西 我一眼都不能忍受 许安华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你刷着牌骨 比较是我妈笑的 引力 云水摇 那好了 在我的手上呢 沉甸甸的这一份名单 那马上要出炉了 我非常高兴我和赵薇 有这样好的机会 能够把这么重的一个奖 搬出来 那么有请赵薇 没没没 你来一起一起 一起一起 获得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是 您好 恭喜 恭喜您好导演 恭喜您好导演 请登台领奖 好 谢谢两位颁奖人 谢谢张薇 还有谢谢陈坤 明昊导演 请留步 谢谢陈坤